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规行动 全面的对台湾的进一步内部颠覆的一个整体的计划 这个夏立言 26日前往中国开展为期七天的青春拜年 关环交流啊 关环交流 然后还要向什么事发 金门事件事发遇难者公开道歉啊 登门拜访啊 但中共呢 实际上这个毫无疑问 夏立言每一次啊 每一次 中共的各种行动的时候 他都要去大陆 记不记得在这个2022年8月1号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去大陆了啊 到北京 商量啊 怎么怎么接下来一点点行动 这个 你怎么看啊 台湾媒体怎么看夏立言这一次 在敏感时刻 再次奔赴大陆的行为 刘先生 你对台湾的真实呢 肯定 你觉得咱们没有冤枉他吧 你怎么看 当然没有冤枉他啊 其实国民党哦 在这个当规行动里面 我相信他是扮演的最 因为上次其实路德也讲了嘛 他就是一个小当规 然后牵起这个中共的手 回家 回到一个大陆的家来 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效忠嘛 那事实上包括马英九这些 事实上国民党包括之前连战啊 宋楚瑜啊 他们都做了很 做了台湾的一个买办嘛 只要这些台商在大陆上遇到任何事情 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如果在民进党执政的这个时期 如果台商遇到一些问题或困难 没有办法从这个所谓的行政资源去获得到一些 不管是资源啊 或者是说谈判啊 那我相信他们事实上一定都会去找这些所谓的 台湾的这些买办啊 包括什么连战啊 宋楚瑜 藉由这些所谓国民党的管道来 来对于这个所谓的呃台湾这些台商啊 来做他们这些生意上的一些疏通跟 跟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说事实上非常清楚的就是说 国民党在这一次当归行动里面 真的很积极的扮演一个所谓的 拉动这些所呃台湾的政治行政资源 不管是军情或者警来去向中共投靠 只是我们现在比较不晓得就是说 在台湾这个整个本这个上一次的地方型选举里面 其实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行政区域的一个获胜 地方选举的获胜 所以说他有很多行政首长 在这一次当归行动 我相信绝对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 包括像你看像前一阵子刚刚有很多被那个 呃像金门市市长 这个呃 谢市长他本身所做这些所谓行政逾越 这样不管是在司法上是否有有有定夺的事情 他却呃用利用行政的资源去让这些所谓的警察呃 片面的去对针对这些所谓的民用的这些争议啊 去做了一些比较愉悦的一些处分啊 那我相信其实在台湾吵得沸沸扬扬 那你看这个就是很道地的这个中共的做法 所以说事实上其实国民党如果说 包括现在像傅坤奇在花莲 他是一个花莲王 那如果说像颜宽恒他这次他们严加 这个所谓的一个妈祖庙的一个呃集团呢 他们在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然后包括这些所谓的台中市市长啊 呃 他未来可能很有潜力去选代表国民党 去选下一届的总统总统选举 所以说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 台湾行政的布局里面 国民党是占有非常强的优势 所以为什么其实 中共这一次对这个当归行动 会有这么样这么样有把握 就是说可以借由台湾这些 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行政资源 我们讲的更清楚一点 包括现在台北市市长蒋万安 他也是一个国民党代表 那如果说连台北市让一个台湾的首都 都可以借由这样的偏好 或者是说行政不中立的一种方式来 对民进党现在即便是中央执政的一种 智轴的话我相信其实本身来讲 现在夏令妍带兵投靠中国共产党是 已经不是新闻了 那实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否适合 当然民进党会去吵说 你现在可能我们必须泡口一致向外啊 诸如此类 可是问题是国民党这样讲会有用吗 他本身来讲 其实中国共产党还扮演了一个 给予奶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吗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其实中国共产党 他现在所期待就是 可能是被共产党忽悠 就是说以后中国国民党 可能可以在大陆里面 跟共产党一起坐下来 共享大陆的一种所谓的治权 就是说分享行政资源 可是问题是中国共产党 他做了这个梦银座很久了 那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 那就不一定 可是问题是 共产党一定是这样忽悠吗 所以说你看这样 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 或者是说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他们现在一致对内的 就是对付民进党这样执政的台湾吗 所以说其实非常清楚 我就是现在不管台湾的这个政局如何去更替 最重要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内部的一个 为什么中共一直倾向就是内部来瓦解 事实上就是会有中国国民党这样的一个非常轻忠的 甚至于对中国抱有这些幻想的这样的政党 来把持中国的地方 不管是选举或行政资源 而这目前这个夏令妍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很清楚 就是在配合当归行动 那只是说后续会怎么样去产生各种爆点 我相信就是借由夏令妍这次率团去大陆访问 这样还很 你看还有七天吗 我相信他们会很多细节都会聚系迷 包括连赖清德上海之前 或者说甚至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前 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一连串的我相信都会在这次会谈里面 做一个非常仔细的铺程 好 先换给路德 今天我们再说了再说一下啊 这个你有些人分享一下 这个邱国阵啊 海警越界啊 别人问他要不要武力 他说战备规定也很清楚规定 不期望发生这种事啊 不期望有任何作战状况发生 避战是避免战争 不是避开 你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啊 对于这个邱国阵的表现 我是觉得他 他蛮 他现在可能表面上来讲 是为了这些台湾的子弟兵们啊 去避免战争 避免这个所谓 所谓身体上的危害或者危险 可是事实上 他对于台湾的主权是非常非常有侵害的 毕竟就像刚才录的在上一个节目里面 跟Candy所谈到的 这是对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的一种 侮辱跟玷污啊 其实本身来讲 即便他现在有中国的余政船 他现在进入了所谓的 所谓的台 应该说金门的限制区域 限制出入的一个海域 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说我们不是写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时候 他对于这个本身来讲 因为本身在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里面所衍生出来 这个大两岸中国两岸大陆同 两岸同胞的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条例也好 或者一些占行法规也好 事实上他这个是属于宪法授权下的一般的法律 可是如果说当这个行政机构 包括我们讲国防部 他也是本身也是行政机构 没有办法去遵守法律 而去维护这部宪法的时候 那的确不单只是兵不好带了 连这个行政权的基础都会 因为本身来讲 从第一次应该说有在野党去选上总统 就从陈水扁开始 可是他们面对 他们是对谁去宣誓呢 一个是孙中山的一项 另外一个就是三民主义嘛 所以说其实他们所效忠的是 一个所谓的中华民国的一个墓碑跟神主牌 那如果说他们把这个东西都丢掉的时候 那事实上变成说他们 包括连这个选总统的选举 他们的当选性 可能就会遭受到一些质疑嘛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连民进党 事实上他即便在怎么台独 或者说支持台湾独立 可是他所被选举出来的这个程序是合法的嘛 透过人民的选举 然后藉由这个所谓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机制 然后让他们可以当选总统 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 就是从蒋中正那时候从大陆带过来 本身是否合于现在台湾的一个国际地位 事实上是非常有疑问的 可是问题是最重要就是说 民进党现在没有办法去摆脱行政的这些 你说束缚也好 你或者说行政上 或者说宪法上所形成一种置顾也好 就是说枷锁也好 可是问题是当家做主的就是民进党 他必须扛起所有的责任嘛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次你说不管是这些夏立言去大陆访问也好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国防部部长不当的发言也好 我觉得民进党事实上他就是当家做主 他就必须扛起所有的责任 而这也是考验民进党在内清德上的上台之前 是否能够平安的过渡总统的一个权力的交接 那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在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好 换给路德 好 你觉得这个邱国正的这个 你觉得是邱国正 这个权力是谁说了算 是邱国正说了算 还是说是蔡英文说了算 总统说了算 对吧 这方面 按道理讲 按道理讲应该是总统说了算 可是因为其实成文他本身来讲 他的一个思维逻辑的惯性 我觉得他既然授权了邱国正去讲这些 而且去主持了这些事情 我想 现在应该说不管邱国正怎么讲 即便他现在除非说他真的公开就是一个叛国 就是直接就说我们要跟大陆和亲 除非是这样子 那我相信其实只要邱国正没有逾越过那条所谓的违宪的线的话 事实上我相信蔡英文都会认了这笔账 因为毕竟人也是他派的 那现在他虽然即便是看守内阁 可是问题是邱国正他现在发言 就代表着蔡英文政府的对外发言 好 对 就代表蔡英文的发言 是吧 说的太对了 是的 是的 好 这个夏立言啊 这个每逢这个关键时刻啊 就跑大陆去密谋啊 密谋的这些事情 表面上啊 是什么什么啊 青春拜年啊 关环交流 是吧 都知道他 那你觉得台湾现在为什么对这种事情 他无法无法啊 无法阻止呢 这什么原因啊 你分分 应该是说 呃 台湾 其实本身来讲台湾 就民主选举来讲啊 其实就是 唯一老百姓有用的就是在选举时候投的那一票而已 那其他时间 一旦选举的时间结束了 可能短短那么一天 或者说一段期间 一旦过了以后 除非说这些你被选上的这些 民意代表 他们有做出非常愉悦 呃 比如说授权的事情 或者说像总统啊 或者他们有一些 呃 类似像这样发言不当 或者是说行政首长有被 有被这样 因为不当的行政 然后被弹劾 诸如此类的话 他们才有可能机会 被人民选 呃 用反向的 罢名的方式去选下台嘛 可是其实其他的时候就变成 你其实 呃 老百姓 是非常无力的 那所以说即便他们在在上面 做的再怎么烂 那你只能等到下一次的选举以后 再再借由这个选票方式来去制裁 可是这是民主民主制度的一种缺陷嘛 那可是问题是游戏规则目前就是这样定的 所以说其实呃 应该说即便现在国民党 有这么样的一个亲中的一个立场 可是台湾百姓你说选出来赖清德的人是比较多的 可问题是呃 反过来说也会有将近快六成的人去说 那你赖清德的支持率也不够不到 就顶多算你组好了 就是四成而已嘛 那六成的一定会去反对啊 所以说其实真正的关键点在于哪里呢 就是说其实这些台湾的媒体 长期被中共惯养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所谓的国土意识 那种所谓台湾主权意识的一个薄弱 然后对于中共对中共国的这种所谓的虚幻的美好 产生了一种憧憬 所以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有太多的认知干预都在台湾所发生了 所以说对于夏令妍这样的一个 呃 现在在不合时机的时候去访中 那事实上其实对很多人讲他们是无感的 所以说这也是其实民主政治 是台湾的民主政治最危险的所在 哦 杜德 那你觉得你身边的人能不能接受夏令妍这个时候去大陆啊 勾兑啊 出卖啊 应该说呃 目前在中 在台台中以北啊 甚至于就是说比较呃 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说呃 台湾的南南中南部比较比较挺民进党 是因为说他们本身来讲不是土不土的问题 而是说他们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自主意识的情感是比较浓烈 那本身来讲从蒋正正带过来那一群国民党的这些 比如说你说外省族群也好 或者是说本身比较亲中或做生意的台商也好 他们其实到部分都比较错落在中中中北部 这样子所以说其实以这个所谓的地群呃地缘关系啊 就台湾本身内部有地缘关系 然后也有地区行政的关系 所以你看那个国民党怎么选都是中中北部 他比较好选就是因为比较亲中的比较亲国民党 事实上他的一个做他的一个分布都在中北部 所以说事实上这也的确造成了台湾南北那种整个景象 或政治的一个立场不同的一个光景啊 那事实上这个的确就是一种政治光谱的 非常清楚的一个一个剖面啊 那只是说我目前如果说你说中北部 我相信他们甚至对于夏立言这样的一个 赴中国去谈判他们可能会设想是说 我们可能又有一些机会可以换得到一些比较好的筹码 然后让台湾更和平 他们可能是这样的期待了 可是我相信其实中南部可能不见得就这样想 是的 夏立言就是通信员啊 中间负责 对对对 没错 没错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你有些人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